嗯 这个炸骨刺 还是小骨的味道 怪怪的 辣的出汗 哈喽 今天是好久不见的零食分享 这桌子上的所有东西呢 都是我周围的好朋友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 看到的好吃的东西 然后今天呢 我来一一尝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个是真正我觉得很推荐的好吃的 先从这个开始吧 这个是旺旺先背 但是是辣味的 就是比正常我们吃的先背要辣一点 主要是要咸一些 对于你平时不是很吃咸的东西的人来讲 它是有点咸 当然我吃的挺辣的 然后也不是那种辣到你会需要喝水的成果 还可以 因为我看到这些好多人在推荐 看起来很好吃 我这平时比较喜欢吃辣的 它吃起来是有油的味道 就那种很让人满足的油味 我觉得咸淡正好 嗯 好喝 它有点辣啊 就吃两三片 会觉得舌头有点 大了 那我就再尝一下这个 荔枝黄茶味的这个青乳茶 嗯 这个挺好喝的 荔枝味很浓 茶味和牛奶味都挺浓的 但是有一点点甜 这写着没有反应吃方式啊 就是具体的一个不算懂 但是挺好喝的 这个好喝 这个好喝 这个可以 辣吗小小碎 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哇 你吃的零食就是我喜欢的口味 嗯 嗯 这个咸淀粉 就是它辣中带了一点点甜 我这次吃脆的辣条 嗯 挺好吃 一根有点细 我建议可能你可以炸 嗯 再吃 你这样吃 嗯 你看就是泪油 没有那么高 跟这个的辣度差不多 或者这个可能更辣一点 我们现在读看这个任何的这个包装 我们就闭眼尝一下是什么味儿了 这个 绿茶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的茶味没有那么浓 好像还有一点麦子的味儿 嗯 但是没有 可能桂花跟那个麦子的香味有点像 挺清香的 甜度比较适中 还挺好的 紫薯芋泥饼 哇 这个 这是 饺子 饺子显然呢 咬着就是软软的 嗯 好吃 那咬着这个啊 巧克力味儿的薯片 让我们尝一下 它是巧克力里面包的那种薯片是咸的 乖乖的 你们可以尝尝就是还可以哦 味道是是算好吃的 先说一下甜点 不过你不小心舌头先舔到的那个薯片的底部 就是有咸味儿 然后你在吃到巧克力的时候就是巧克力味儿 然后嚼着嚼着就有点土豆味儿 嚼完了现在差不多有三四十秒了 有点回甘 骨豆味的香气在嘴巴里面就是 哎呦好像想再来一条 这个就是你救着咖啡什么的就是很好吃 就平时当巧克力时吃还挺好 哈哈的 嚼巧克力 啊 爆姜呗 这个太棒爆姜了 挺好吃的 这个糖是我能吃的应该不是很甜 我不喜欢吃很甜的东西 然后爆的这个姜有一点点黏上牙糖了 所以你们呢就是吸收的会比较慢 然后一点一点给它就是从沙牙糖都给它化开 然后这个酸梅奶 我应该是以前吃过吧 尝一下这个啊 嗯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最后一个啊 这是什么啊 醋盐味儿 你尝一下啊 它现在一打开这个盒子就是扑面而来的一种醋味 啊 老女士啥 就是薯片泡盐的味儿 这不泡酸的味儿 这这个酸就是 面呀 我怎么跟你说呢 咱们不尝一下 你最爱吃的酸味儿 好吃吗 喜欢吗 它是一股白醋的酸味儿 软叶 就是这个味儿 白醋的味道 白醋味儿 好了我全吃完了 最喜欢这个 虽然辣 但又喜欢 然后呢 倒手第一飞碎了 哈哈 倒手第二飞碎了 但是都 还是不够我的口味 马上就要过年了 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零食也可以按理给我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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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